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呢 是一塌糊涂 一片混乱 Are you ready yet? Give me half an hour I promise I'll be ready then It's already 7.30 The show starts at 8 Yes I know Can't you see I'm a mess? I'm a mess 除了可以形容你的外形可能比较不羞蝙蝠一塌糊涂之外呢 有的时候也可以形容你自己的心理状况喔 例如说呢 你可能刚失业又失恋又被人骗走一笔鞋 所以你现在每天的脑袋是叮叮咚咚完全不在轨道上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I'm in a mess I'm in a mess 我现在是不在轨道上一塌糊涂啊 除此之外 我们这位老外很可爱 明明呢 他请你到他家里面去玩 他家里可能也整理得非常干净 但是他是很客气地告诉你 Sorry The place is a mess 很抱歉 家里面是一塌糊涂 当然这个有时候我们拿来当客气话 但有时候呢 也是真的一塌糊涂 其实有时候呢 Mess这个字也不一定是一定不好的 像这个Messy Look Messy Look 颓废造型呢 其实在95年到2000年左右吧 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所以如果你是属于不修烟斧的人 你也可以说 对不起 我这可是造型来的 我刻意营造出一个Messy Look